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保存传承和发扬台湾传统音乐为宗旨 这次很侥幸地能够入围 其实我们抱的是平常心 是不是得奖其实并不重要 我们重要的是为了台湾传统音乐的保存 尽棉薄之力 大家好 我们是猫里文化工作室 第26届传译惊喜奖 8月1号晚上7点 在中山堂举行颁奖典礼 8月2号晚上6点 在中天娱乐台播出 生活的交响 欢迎您加入 和我们一起创造美妙的回响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点栏目